人神3.45七池,丽莎新时装首报,艾尔海森被举报了,真是离谱,首先是丽莎皮肤,舅舅已经是将丽莎新时装的大概描绘了出来,今天又有大佬透露说丽莎的腿部建模并没有用黑丝,而是裸腿,各着也是很合理的,虽然黑丝是埋传统文化,但须米好像都没人黑丝,而且学院风也本来就该是光腿,须米好文明,另外,有关3月4日海灯节版本的五七池也被曝光了, 从专五就能看出,上半的卡池安排是夜兰加艾尔海森,下半深鹤加胡桃,但如果真让稀灾陪跑护魔化,护魔将要打破带优秀陪跑的规律了,不过紧接着又有大佬透露了3.4又会是一个三卡池的版本,上半艾尔海森深鹤,中间夜兰箫,下半神力胡桃,各貌似是有大佬从3.4测试符上解出了皮肤的站位符,希望不是真的,毕竟手里的原石数量真不够了呀,最后是新角色艾尔海森, 除了技能类似客情之外,有一件事情也登上了热搜话题,那就是在待机动作中看了一眼卡威的钥匙,结果被很多玩家吐槽艾尔海森太浮了,他俩肯定有一腿,甚至还有玩家建议大家去打电话举报米哈游,这也太离谱了吧,不过刚刚上号看了一下待机动作, 其实艾尔海森拿钥匙的表情是疑惑,是错愕的,应该只是装错钥匙和剧情是扣上了,完全没必要破防,感觉有点儿过了,更别上升到攻击角色,说要把卡威删了的真的过机了,大家觉得呢?